在日本讀完高中才到美国就学的渡边熊泰 在乔治东华盛顿大学除了拼面打球 他也要克服文化以及语言的障碍 经过一番努力除了英文可以对答如流 实力也磨练成为队上的主力球员 2018 年被灰熊队向中开始他的 NBA 之旅 虽然几乎没有上场时间 2022 年和暴龙队签下的 Two-Way Contract 暴龙队也在官方的推特上写下 Eneed Not Given 代表这个合约是他自己赢来的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Anthony Edwards从底线切入歌扣渡边熊泰 直接让他变成海豹的配角 但赛后呢他并不后悔 当你像那样被灌在头上你一定会被笑 但我宁愿被当成海豹背景 也不想让他轻松的在我头上拿到两分 就算我在100次的防守中被灌在头上99次 我还是会跳起来一定有机会能够成功封阻一次 如果是你要被对方延扣呢 你会跳起来阻挡呢 还是逃之夭夭